因為我就覺得她小時候長甜甜的 沒有 我小時候很醜 不會 沒有 因為我小時候爆牙 爆牙到 沒有 她其實從小生出來 她就很可愛 甜美型的 有一天 到一夜之間 我發現我演得變美了 怎麼突然間 就是有腳本再加上背白 對 掌聲加尖叫 我們要把他們請到舞台上 王彩华 黃雨婷 呦呦 耶耶 Over 但是沒關係 還有寵物 不急在我們 我們有點臺灣 媽娘的媽媽有趣 我喜歡我的天啊 我喜歡我的天啊 去海邊誰不會穿泳竿啊 然後我想說 什麼意思 去海邊不穿泳竿 穿泳的意思嗎 蛤 就穿說什麼很暴露 太暴露了 在海邊不是穿這個 因為我覺得我女兒穿泳竿 在這個年紀留下一個非常棒的回憶 我覺得很好啊 媽媽都那麼愛漏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以前我們出道我們也是穿泳裝 我也曾經拍過那個露營袋 那我覺得年輕就不要浪費你年輕這個本錢 那我們也不是走在街上穿泳裝 你到海邊當然是要穿泳裝 我覺得很漂亮啊 我是用藝術的眼光在欣賞這一張照片 大概有一些小小的酸民就是說穿得太暴露 從以前就不太喜歡 他就牆逼我在那個牆角拍照 然後就 拍照給你打工費 因為我不喜歡刻意拍照 我喜歡就是比較自然 就是我IG發的照片就是 比較像日常生活中 但是他就會在特定的家裡的某個地方 然後叫我站在那裡拍照 我覺得我不喜歡那麼刻意 然後他重點是他開美顏又開很強 然後那個鼻子就這樣 然後那個顏色很小 然後我就問他真的好像誰 然後我朋友都說不像我 怎麼會 因為我就覺得他小時候長甜甜的 沒有我想不到很醜 不會 沒有因為我小時候爆牙 然後又很黑 沒有他其實從小生出來 他就很可愛甜美型的 有一天到一夜之間 我發現我女兒變美了 怎麼突然間 就是有矯正 再加上美白 對 對 然後就變美了 然後我就說 景儀你可不可以讓媽媽拍一張照片 這樣子 就在我藏藏後面的那個門 那邊拍照 對 拍的那張我就PO了臉書 就從此以後就變成國民願望 然後他就覺得我把它拍得很醜 我說不會啊 如果醜的話 人家怎麼會叫我國民願望 都想要當我女婿啊 就是表示我把你拍得很美 但是他們年輕人在拍照 就是不喜歡有一點美肌 你不是一點 你是很多點好不好 他就是開那個磨皮最強啊 不是 他就小點最強 放大眼睛最強 沒有 我就小修啊 誰會修 沒有 我沒有大修的那種 我是小修 我只是說 這裡比較暗 讓他亮一點美肌 一點點 這樣按的時候素顏 當然就是 我們這個裡面有案件 可以畫個眼影 啦 哈哈哈哈 你還好嗎 我材料 我幹嘛 他什麼 我也是 你還好嗎 好asion 他怎麼會 你呀 那我